我们看到肖战一直在解锁很多新的角色 而且每一次沙青都能看到你的感悟和总结 那现在今天这么好的日子 你也总结总结 从刚开始演戏到一步步来 你的感悟和心态上有怎样的变化 我觉得感悟来说的话 就是反省自己 每一次解锁一个不一样的角色的时候 都去努力地去做得更好 然后去解锁更多不一样的自己的角色 然后心态上的变化的话 如果说改变也既没有改变 我觉得改变的是可能更多更加的从容 那没有改变还是把自己放在一个新人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里面 努力地去学习 你看肖战说的最多的就是学习 只有有这样的态度 我们期待未来肖战一定会解锁越来越多我们喜欢的角色 期待你一路向上 是的 谢谢 这些年我们看到了肖战的成长 我们也期待着肖战继续成长 谢谢 谢谢你 加油 加油 谢谢大家